我們簡單聊一下 這個點好嗎 好可以 看一下攝影機攝影大約可以嗎 今天就是因為剛好市政會議 然後身體也敷衍差不多 所以就先來辦公 然後也看看同仁 也擔心同仁擔心我 然後也謝謝師傅長 還有各位媒體的關係 您有心情會不會有點不心 還是很害怕的感覺 我想有一些回想 就是這一兩年這位勞工 確實常常到勞動局 那我自己比較擔心 還是很多像我們第一線統 還有像社工 還有一些我們救服員 其實社會安全網這部分 我們確實還可以再試試看 怎麼加強怎麼努力 確實要再更努力 那勞工的問題很多樣 不管是比較派遣勞工的 或者是像一些勞工訴訟的協助 還有個別的這種勞動環境的提升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跟著我們勞動局的團隊 今天大家都來接我們一起努力 那也謝謝很多工會的夥伴 那勞動局就是有呼籲中央來修法 不過許民村之前有講說就是派遣專法不會訂立 那這方面就是說 還是會希望就是中央針對派遣的議題來做修法 確實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跟中央的 不管是經濟部或勞動部的建言裡面 其實有一個是現在還沒立法前採購法的部分 能不能讓一些比較遏制的 或者是就是狀況不好的公司呢 沒有資格來 這是一個採購的部分 那再來是勞動保障 那派遣工能夠轉正啊 或者是說他的雇主責任 比照勞機法的直接雇傭的這個條件要一樣 這個都是可以開始來加緊來對話 加緊立法 那我相信立法不會是說一次完整的 整個配套完整 但是問題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們台北市也希望把這個問題 能夠傷害降到最低 那現在可以做到的 有一個的問題 要別再採購一段 就是你做急順 我們往前採購二段 fi套 尤其道理 很重要